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参赞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奖 参赞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动引营记录资料库 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 争议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去关注的议题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可以 当然也很期待 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大家的捐款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深度的报道以及讨论 在前一阵子六月底的时候 这个教育部他向行政院 提了一个这个报告 那这个就是 拉进公私立大学的学杂费的差距 还有一些相关配套措施的方案 这当然是跟这个 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之前也就提到说 他要去协助私立大学他们的学生的这个学费的这个补助 所以这个方案在应该是从明年开始吧 大概就会这个让私立大学的学生减免他的学费是三万五千元 那现在目前的私立大学学生的学费大概五六万甚至可能杂志他加起来 事实上包括住宿大概十万十几万以上都是非常非常常见的这一种状况 那除了这个补助私立大学学生的学杂费的3.5万之外呢 事实上对弱势家庭的学生也会给予这个比较特别的补助 那这个包括这个可以补助大概1.5到2万之间 所以在过去我们一直在讨论台湾的大学教育里面 这个私立大学跟公立大学的这种学费上面的差距会影响很多人的这种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那但是我们看到行政院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做法 不过也有人会觉得说这根本就是在选举前的一种买票的措施在讨好这个年轻人 那高教工会也其实也发出了相关的声明 不过高教工会并没有反对这样的一个补助的做法 而是在这个补助之外有没有更重要更好可以去解决 这个目前台湾的教育问题或是公私立大学差距的问题的一些更好的方案 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就邀请到的是高教工会的执行秘书陈志轩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志轩你好 东西老师好 各位观众好 现在志轩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件事情 不过我还是要做一个一开始还是要做一个声明 就是我是高教工会的成员 所以来讨论这个议题 那大家就自己来做怎样的判断 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所谓利益的这种一开始的声明 跟大家做一个一个说明 那刚刚我们提到说其实 明年应该会这个对学生 特别是市立大学学生会做这个学杂费的补助 有三万五千块 那实际上我觉得如果是市立大学学生 我会蛮开心的 那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我也蛮开心 因为我自己在公立大学在市立大学教过 我当赖清德提出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当时就写了一个 在我脸书上面就发了一个文 就是说我以前在世新教书的时候 然后同学有大概问他有没有助学贷款 我班上大概有一半 那但是在中正教的时候 事实上助学贷款就相对比较少 而且少蛮多的 然后同学们他们其实在助学贷款 对他们进行压力很大 所以市立大学学生打工的人数也比较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出来 其实对于这些市立大学学生 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刚刚在一开始也提到高教工会 并没有完全反对这样的做法 那但是你们其实表达是一种叫做方向正确 可是仍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可以先简要的说明高教工会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其实工会一直一概性的立场 都是认为我们的高等教育 应该要往公共化的方向去前进 那以台湾目前的状况来讲 其实是工部门对于高等教育 投入的经费是下来是不够多的 所以这一次有这样的一个方案 他去弥平了工资历大学的学费的差距 我们会认为他的确是政府 投入了更多资源在里面 的确是有一些些帮助 所以我们会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他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就是说 到底这样的一个政策 他也没有代表说台湾整个高等教育 会往公共化的方向前进 其实还是答上一个问号的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需要观察 一个是到底除了这种学费补助之外 这种一般经常性的补助 他会不会增加 经常性的补助是什么 就比如说投入更多的资源 补助更多的学校的一些经费之类的 他会不会增加 还是说就只是像一个政策性的买票一样 就是我们只补助学生的学费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现在私立学校他拿了补助 但很多时候私立学校他并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督 比如说他们的董事会的一个运作 包括他们的校长的领选 其实都不像公立学校有相关的一个规定 可以确保他的公正性跟公共性 对他们的校长可能就是董事会临选 董事会决定一个人选 其实都缺乏一个公共监督的一个保障 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出一个学校的案子 是那个学校他其实是财务没有问题 但他发生大量解雇的状况 然后但是他做成这个决议的董事会的会议记录 他其实也不用去向那个主管机关报备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开会的内容说了什么 然后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所以我们认为在投入更多的经费到私立学校的同时 其实我们也要确保说我们经费的投入是有促进 整个教育网更公共化的发展 要不然就可能只是补助特定的财团 补助特定的私人来让他们在里面 继续搞他们的那些市场化的一个教育的经营 那这也不是我们所乐见的趋势 所以这边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政府去提供了这些补助 那原则上高教工会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可是这个方向对可能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对于私立大学真正的经费上面 例如说学费有了 但是其他够不够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这些私立大学本身的公共性 例如说他的管理经营方面 有没有受到公共监督 这我们大家会继续来谈 不过我想先请教在前面的这个部分 就是给学费提高学费让学生可以去缴得出钱来 然后去读 那这也不是又是一种在经济上面 对私立学校的支持嘛 对 因为我拿到钱我就缴学费嘛 如果没有拿到钱我就 没有学校可以读了 或者说我缴不出学费嘛 或者我可能就放弃了嘛 那但是有这些钱进来 这个有点像路深 过去一大堆的路深 很多路深来 事实上对很多的私立学校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的基础 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解决 他们在财务上面的困难嘛 比如说光补助 光学费 我觉得台湾的 台湾的私立学校的经费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大概有所谓的六成 都是依靠学生的学杂费 对 来支撑 那其实真的靠工部门的补助 是只有两成而已 这个现象其实在世界各国都也是非常少见 就是如果看我们台湾投入在高等教育的经费来看 如果合计公司部门的话 大概跟OECD国家的水准 差不多就是大概1.4 可是呢 如果我们把工部门跟私部门的费用拆开来看的话 就会发现我们台湾其实投入 工部门投入的经费 只占了GPT的0.39% 0.39% 这个跟OECD国家的平均是差很多的 因为平均是1% 我们不止远远不及 甚至可能是排在最后面的一个 倒数的最后一名的一个位置 这就发生了一个很荒谬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扩展了我们的高等教育 但是我们这个高等教育 并不是依靠所谓的工部门的经费支撑起来 而是依靠这些学生 依靠我们的人民的一个学备把它给支撑起来 这就会 这就会产生一个现象是说 学校它其实是会要想办法去赚钱 要不然的话他们学校办不下去 而且我们其实是很依赖我们的一个学杂费 那其实这样子 在现在面临这种少子化的现象的时候 其实就很容易出问题嘛 就是因为学生的来源少了 你学杂费的一个收入就少了 就变成是学校就必须要用很多的方法 他可能去裁测掉一些不赚钱的细索 或是他用更多的非典型评估的方式 来解决他的成本 但是如果给学生有钱去缴学费不就是 反正他的这个来源有60%以上 都是来自于学生 那这个私立大学就是某种程度的补助 某种方式的补助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除了学费以外 他其实是会需要有更多其他的 经费的投入在里面 而去要去改变那一个结构 我觉得问题就在于是我们的工部门的经费 一直是不足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就是只有0.39 GPF0.39 那如果我们 这一次的学费的补助的方案 他预期会增加大概210亿左右的一个经费 那如果依照今年的GPT来算的话 大概是0.08%左右 所以如果我们再把这 增加0.08% 对如果再加上去的话 其实也大概就是 就是增加到0.4 0.5左右 那如果我们能够把工部门的经费提高到1%的话 那其实不只是所谓的私立大学可以免学费 在公立大学的学费的部分 他其实是也可以 甚至也可以免学费 甚至我们也可以给予学校更多的一个补助 补助在里面 各种常态性的补助不是晋升型的补助 那我们其实是会希望 学校他其实是在一个可以比较稳定运作的一个状态下面 他才可以比较 避免去往市场画的方向走 因为往市场画的方向走 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会慢慢的跑出来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问题不在于说 给是不是给私立大学学生的学杂费补助 或者说这可能也从某个角度来讲 对高教工会来讲是一个必要的 但那更大的问题是 国家在于这个支持上面 在于所谓的大学教育 或是各式各样的教育的支持上面的 这个整个GDP的占比是太低了 所以你要希望的是有更多的资源到这边 而不是只有单纯的在学杂费的补助上 对而且不只是补助市立大学 公立大学的学费 如果理想上面 其实政府如果愿意拨钱的话 那我刚才那个计算 我们到1%的学权都还是绰绰余可以负担的 那其实就是希望政府其实是应该要 在整个高等教育上面要负担更多的一个责任 不过对很多人来讲 国立大学跟市立大学本来就有一些差别嘛 就是在国外可能是很多的市立大学是精英在读的 然后是有钱人在读 那台湾可能刚好是反过来 那台湾的这个经费上面 当然除了整体不足之外 在台湾的这个国立大学通常也都是在家庭的环境 可能比较好的这些孩子 或者是他们可能比较用功考上的国立大学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说国立大学跟市立大学 本来就应该是一种差异性的补助啊 那为什么要特别的是要把这两边的这种差别 因为差异性的补助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特色 差异性的补助也可以把资源放在一些 所谓的优秀的人的身上 那把它弥平之后 这个问题就真的有解决 或者说他说反而是更大的问题 首先要讲 当然可以有一些差异性的补助 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竞争性的补助在里面嘛 但我们在谈差异性补助之前 我们要先弥清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到底所谓是为国家有利的 或是为国家发展有贡献的 是投入资源在少数的人上面 还是说把整体我们整体的 国民的素质跟劳动水平拉起来 那哪一种是有贡献的 我觉得这个是要 还可以再讨论的 好 那第二个部分其实就是说 那我们今天在提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根本的问题还是说 你丙有没有做大 你今天丙其实根本就没有做大 然后你再说 我们就只有这一点钱 所以我们要 投入在比较少的人上面 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问错问题的 一开始是 你的问题根本就是 你根本没有投入足够的钱在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像刚才老师有提到的 就是私立大学的学生 他们其实在整个社经地位上面 是相对来讲 是比公立大学是 来的在阶级上面会比较弱势的 然后就有很多的学生 他们可能 因为台湾的现象其实蛮特别的 就是我们在私立大学 付的比较多的学费 对 但是我们可能是 拿到比较差的一个 少的一个 少的国家的支持 少的支持 对 所以就变成是他们 其实会需要去打工 或是这么多的需要去背学带 然后去来挺着这个 可能没有 相对没有公立大学 这么所谓的光鲜亮丽的 一个学位在身上 那其实这个都对他们的生活经济 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 那甚至是高校公会 我们去年 也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这种贫穷化的现象 它不只是在阶级上面发生 它甚至也 反映在我们的性别上面 怎么说 就是近20年来啊 我们观察近20年来的 大一新生的比啊 其实男女生啊 大概 比例大概都是50 50 那女生可能 稍微多一个零点几 这个样 所以大概是平均的 然后在20年前的 公立学校的大一新生啊 男生跟女生的比 大概是 百分之 53跟47吧 47 48 还相对均匀 可是在20年来啊 这个数字就慢慢的变大变大 到了20 到了111年的时候 大概这个数据 差距已经拉到 百分之44 跟百分之 百分之55 跟百分之44 就是 明明两边的性别比是差不多的 但是呢 男生有比较多的机会 去就读公立学校 所以变成是 女生 他其实是有比较多的 学生 他只能够念私立学校 这种性别的一个差异是 不断的一个在扩大当中 那 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会需要更多的研究 才会知道 但是我们单就 数字的去设想来看 这种性别贫穷的现象 是在加剧的 因为他的数字 一直不断的一个变大 所以其实 有很多私立学校 的学生 他们可能都 面临了某一些族群 或某些分类上面的 比较弱势一个处境 之前 现在我接触了一些 在处理街友的一个团体 他们会说 为什么人会变成一个五家者 对 就是因为呢 我们在各种社会体制中 层层的被 一层一层的漏接 所以我们最后掉出体制外面 变成一个五家者 那我觉得在私立学校上面 他也慢慢的 有这样的一个现象产生 就是我们有一些 在各种分类上面 可能比较弱势的人 他们可能被分配到 只能去念私立学校 那同时因为 现在少止化的关系 那我们又大量的 依赖所谓的学杂费 所以学校经费的来源 所以有很多学校 面临的要退场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这些经济弱势的人 他们可能就会面临到 我的学校可能会突然 没得念了 那这时候该怎么办 那高教工会一直有一个立场 是说如果学校退场的话 我们一定要去保障教职员 跟保障学生的一个受教权 就是教职员的劳动权 跟学生的受教权 学生一定要能够原校毕业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 在私教退场条例通过之后 这个保障上 他还没有办法被百分之百的落实 因为在条例里面的规定是说 你今年停招 明年就能停办 所以等于是你学校可能 你学生可能没有办法 在你的就业 就学年线里面 读完这个学校 那可能我们会觉得说 那就辅导转学到其他学校去啊 这样就比较简单嘛 就是说换个地方上课 可是对于很多经济的弱势者来讲 那个移动也是成本 对移动是一个成本 而且移动不只是空间的转换 他还包括各种你个人生活的 所需的脉络都绑在一起 所以我念这个学校可能包含了 诶我跟家里的关系 我能不能有没有钱住在外面 是不是住在家里 然后我打工的时间 我能不能安排 我在那边有多少的收入 所以他就不光只是说 诶我换一个地方去上课而已 很多是跟他生存相关的问题绑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说 现在这些辅导转学的学生啊 他们的休学跟退学的比例 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的平均值的 就是一般学生的休退学比例的平均值 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辅导转学 它是有一些风险的 所以其实这些私立学校 目前我们这么仰赖所谓的学杂费 包括政府的经费投入不足的状况 上面其实它是相对于你就读工业学校 来得有更多风险的 然后也有很多更多经济弱势的人 被我们的体制安排在念这些 很有风险的一个地方 所以他们可能不只是要背着学贷 可能在就学期间 他可能也要做一个决定 我要继续背这个学贷 还是我就放弃这个学位 赶快来赚钱来还这些钱 所以这其实都会造成这些弱势者 他们好像被骗进来说你读大学 是可以帮助你在职业上面有些发展 可是其实你是被骗进来一个 对你的生活上面更加不稳定的一个状态 这很多的研究都已经指出说 在台湾读公立大学 特别是这个所谓的鼎大 就是台大这样的一个学校 他的学生跟他们家庭的所得阶级 等等背景是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但是其实不是只有这样子的一个 家庭的所得阶级的差别 他其实上刚刚之前提到一点蛮说是所谓的区域 就是城乡之间的这种差距 也会影响到这些所谓的学生的就读 受教权等等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的观察 当然不是一个很明确的研究 就是你会发现乡村型的科技大学 特别是乡村型的私立科技大学 有非常高比例是当地人在就读的 或是邻近县市在就读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去就读这个地方 有可能是因为离家境 有可能是因为他在过去的得到的教育的资源 不管是家庭的教育资源 或者是学校的教育资源 相对之下没有那么好 那所以他可能在学业的表现上面 可能也不见得会能够跑到 那个非常前端在考试之下 很难去考到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考试的制度 可能更困难 就是那个阶级的落差 我常常在讲说现在的108课 刚刚很吃家庭的 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文化资本 这个经济资本就是如果这个没有那么强的话 但是影响也会更大 所以当这些私立大学不见了之后 私立的这些学校的学生 如果是住在附近的话 他可能得要离乡背景 然后或者是他以后考试的时候 可能要去到都市到台北 然后我们一直在讲说弥平城乡差距 我们要去谈说城乡发展的均衡 我觉得那是更不可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不过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待会回过头来再请教智宣 那觉得这个补助这个学杂费好像不够 那可是该怎么办呢 该怎么样去做这种相关的补助 让私立大学也可以有比较好的经营方式 然后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区域的人 或者是不同的阶级背景的人 他一样可以享有共同的受教权 可是另外一部分也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那很多的私立大学问题那么多 那你给更多的钱 会不会问题更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民行政组的公民行政组 行动营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来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也可以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讨论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来宾 今天是高教公会的执行秘书 陈志轩 志轩你好 刚刚志轩也跟我们分析了 在目前的政府行政院耐心得之前提出来 那后来行政院排版的这个所谓的选择 他会补助的一些问题跟盲点 或者是他可能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那我要接下来针对这个不足的地方 来继续跟大家讨论 因为刚刚志轩也提到说 从高教公会的立场 觉得这个补助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这个补助的方法 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 目前的私立大学 或者是学生受教权的问题 包括他的阶级性的差异 包括这个教学的办学的不稳定等等 那当给钱对于政府来讲相对之下 虽然很 虽然应该讲说 虽然我们在OECD国家比起来是很低的 可是对他来讲可能是最容易去解决 因为你要去解决高教的问题 这包括人事啊 包括其他的法律制度啊 对他来讲我钱给你 然后我就可以赶快的补充你这里的不足 可是刚刚谈到给学杂费的减免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这个是不够 那怎么样去让整个台湾的私立大学的体制 在经营上面 不要只是靠这个所谓的学费来生存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是关于老师的 私立大学老师的薪资的一个部分 就是在我们都会知道 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劳动条件 其实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育的品质 但是现在私立大学学校的老师 他的薪资跟工业大学学校 老师他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 甚至有的时候他们是会有脱钩的一个状态 虽然在教师待遇条约第17条是规定说 私立大学老师的待遇 应该是要比照工业大学的老师 但是实际上发生的 中央大学教育部的解释是 是会计科目可以准用 但是内容就是交给私立学校去 准用是说你可以用 但是你不一定要用的意思 对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 但是那个钱是多少 你自己决定 所以就发生一个状况 就比如说 像是所谓的监政教师的一个终点费 这个终点费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 有所有的来源 那私立学校的终点费 因为这个脱钩的关系 所以其实已经将近30年没有调长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素质 都可以去申请金氏世界记录 那教育部他的方法是说 我就给你一些补助 然后呢 那去鼓励私立大学可以去调长说 这个监政教师的一个终点费 但是很多学校他可能就想说 我就是 宁可不要花 就是我不要花那些钱 所以我就宁可不要拿你那些补助 所以其实监政教师 他们的一个待遇 也都一直没有提升 所以我们都会认为 工部门这个时候 他应该要负起更多的责任 就是你就是全额补助 这一些调长的费用 而且我们应该要明定说 他的待遇 应该是要跟公立学校一致的 就像是明年 我们刚好也是要 那个 公立学校的 那个 学术研究挑起 我们公立大学老师蛮开心的 对 本凤条嘛 然后那个学术研究加起 也加15% 就是很难得 会学术研究加起 会加 对 现在的状况是呢 本凤的部分呢 大概没有问题 这个就是比照公立大学 但是 但是学术研究加起的部分 因为是交给各校自行决定 所以这个东西到底会不会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为什么 这个就是在教师待遇条例里面的 规定这个样子 所以其他的加起的部分 像是那种年终奖金 跟这种 行政加起 学术研究加起 这个就是看各校的财务的状况 去决定 我这边解释一下 就是在大学老师的薪水 简单来讲 分成两块 一个就是本凤嘛 本凤就是说 大概一个老师 大概是五六万左右 好像因为你是助理教授 副教授 郑教授 或者是其他各种不同的 这种身份而优 一点点的差距 另外就是所谓学术研究加起 学术研究加起 事实上就是extra 所以它不是你真正拿到的 本心的部分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公务人员调心 调心基本上来讲 只有调本凤 本凤而没有去调 这个学术研究加起 但不过 这一次是不一样 所以你刚刚的意思是说 按照教授教育条例里面的 本凤它是有 比较明确的规定 它必须要 比较公立大学 可是学术加起的部分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而是准用的概念而已 是这个意思吗 是是是 对 所以就变成是说 到底明年那个 学术研究加起 会不会调 我们不知道 虽然教育部有个态度说 可以补助五成以上 但是 因为它没有明确的说 你应该要调整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也很担心 所谓的私立大学老师的一些 各种的薪资待遇 都可以去比较公立大学 因为私立大学的老师 他们已经在一个 如果他在一个相对的 比较不好的一个 劳动的一个条件下面的话 他其实也很难去 跟公立大学老师一样去发展 他的一个 专业的一个能力 特别是很多时候 现在又有很多学校的经费 是仰赖于 学札费 跟仰赖于学校 要自己去弄钱 变成是这些老师 他们在劳动的过程中 他们也变成是 要想办法去帮学校赚钱 就可能他可能要到处去 什么高中去招生啊 公立大学也要 我们也要去招生啊 或者是说 他是要怎么样去 把学校的场地租出去啊 赚钱或什么的 所以这其实都会 对这些老师的一个待遇 或是对他们的一个 学术的专业 都会有一些影响 那其实就也很难去提升 所谓的私立大学的一个 教学的品质 他可能都会 在一个比较次等的一个位置上面 所以现在高教工会 也在针对 刚刚谈到的 这个公私立大学的 这个 这个薪资的 待遇的落差 来发动联署嘛 对 就是我们现在有发动一个联署 就是希望 明年度的 教育部应该要拿出态度来 强调说 不论公私立学校的老师 这个学术联署加击的15% 都是要一起调升 同时 教育部应该要拿出经费 来全额补助 这一个15%的部分 那除了这些 这些以外 我们也会希望 教育部可以 再拿出更多的经费 来支应学校的一个 日常性的一个补助 这样子 就不光只是竞争型的补助 而是 投入更多的经费 让学校有更多的 钱可以在日常的运作上面 让 工部门在私立学校的 营运的 费用占比上面 可以更加的提高 现在 刚刚有提到说 目前的私立大学的 学杂费占了60% 那私立大学其他的经费的来源 是来自于什么地方 就是 他们客战有多少的比例 国家给多少 大概就是20% 政府给20% 其他就是他们的一些 自然的捐助 这样子 所以你会觉得 把国家给的这个比例 是在调高 对 简单来讲应该是这么说 就是 在这种不同的经费的 财政的来源的项目当中 市立大学的这种学杂费 占的比例是 占比是最高 可是他同时也会是一个 最不稳定的状态 也就是说 他可能会 今年有还是明年有 不知道也许政府是 一直下去有可能 可是他终究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是所谓少子化的问题 所以当你这个人数减少 或是说你的办学 会产生一些 移动的状况的时候 这个会变成一个 不稳定的裁员 所以这不稳定的裁员 即使你补给了这个学生 学生他可以 比较没有那么大的经济压力 去面对他的经济 或者求学这些问题 可是 从学校的经营上面来讲 这个学校经营 可能还是仍然 会处在一种 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这不稳定的状态 包括 老师的这个 劳动权益不稳定 或是这个 老师的劳动权益不稳定 或是学校资源不稳定 或是学校资源不稳定的时候 同样他也会回过头来 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而且其实又有一个问题 是到底 谁应该要为 高等教育的费用负责任 因为如果我们这么大的占比 都是所谓的学杂费 我们看起来好像是 对所谓的个人 你要为这个学校 为这个高等教育负责 但是 也有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我们应该要 尽量的 可以让学费自由化 可以让学费 可以涨学费 来致应那一个 高等教育的 所需要的一个费用 但是如果我们看 国外的案例 像是英国的案例 它如果提高了 学费之后 它其实并不会让整体的 高等教育的经费增加 因为它其实就是把 那个该用的费用转嫁到学生的身上 转嫁到个人的身上 其实政府在高等教育的角色里面 还是消失的 所以当我们一直在想调说 学费作为一个 主要的经费来源的想像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让 公共化这件事情 越来越模糊掉 因为觉得好像是 你自己享用的这个服务 所以你自己应该要 负担这个费用 但其实教育事业 它不应该是 用这样的角度来看说 是谁占有的好处 所以谁应该用使用者付费的方法来看待 事实上公立大学也 学费也会来自于学费 也会来自于国家 也会来自于捐助 那当然它的这个 公立大学的这个 国家有提供的资源是比较多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把市立大学的 国家资源的比例也提高 那会不会市立大学也变成公立大学一样 那就没有这个差别了 其实我们会希望 理想上的状况上面来讲 其实公私立大学的比例 它应该是要颠倒过来的 就是现在是公立大学是三 私立大学是七 但我们再讲到高教公共化 或是说这个教育 它作为一个国家重要策略 国家重要的政策的时候 其实国家它应该是要 担负更多的责任 应该是大家都可以去享用 所谓的比较便宜的国家提供的 比较稳定品质的高等教育 那如果你有一些 应该比较像国外的情况是 我们有一个稳定的公立学校的一个基础 大家都可以来念 那如果你有额外的 你想要做一些怎么样不一样的 特殊的一个教育体制 我们再用私立学校来做一个补充 那现在变成不是 大部分的人 我们都在私立学校的这一个范围里面 然后只有少部分的人 他可以享用比较稳定的一个公立学校的 教育资源 然后在台湾的这整个的体制里面 又变成是你比较有资源的人 你可以去享用比较好 比较便宜 比较稳定的那一块 其他的人 我们就是在所谓的私立学校的 比如这样 负担比较高的费用上面来进行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责任的一个转嫁的一个问题 就是政府还是应该要 那个提出 更 就是在各种教育上面要付出更多的责任 来肩负起来 不是靠个人来弥补 那这样的做法就能够去解决 我们刚刚在前半段节目提到的 这个私立大学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例如说 董事会的专权专善 家天下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 就是去变卖资产的状况 或者是欠薪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就能够被解决吗 或者说 我给你 我今天公立学校 我还可以接受立法院的监督 那国立大学校长还去立法院备巡 私立大学校长应该不用吧 对 那我给你那么多钱 那谁来监督你的运作 这个私立学校会因此变得比较好吗 所以我们才会强调说 我们应该要有更多的公共监督的机制 来监督这些董事会的一个 运作的一个方式 要不然其实就会变成这个样 就是他们拿了更多钱 然后都在那边乱搞 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 教育部对于整个 高等教育应该公共化的这个立场 他们又踩得很稳定 所以导致很多时候 在运作 私立大学在运作 他也觉得说 我们应该就是往 市场化的机制来讲 包括要做教育的 做教育的这些董事会 他们也是在这样想 那所以发生一个问题是什么 当我们跟市场化靠得这么近的时候 就代表说 这个是一个用来赚钱的一个事业 当不赚钱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要 可以用他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这就导致现在很多私立学校的一些乱象 是说觉得 现在经营的不太容易了 不容易经营下去了 我们就赶快想办法去 逼退学生 逼退老师 然后我们来改办其他的 现在正夯的 长照业务啊 或是改办什么其他的 贵族的私立的小学 所以就变成是 我们都缺乏一个公共化的想像说 这些私立学校的校场 他其实不是董事会 自己去赚钱经营来的 这些校场的累积 事实上是来自于工部门的补助 学生的学札费 跟一些社会的捐助来的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集体性公共财的一个概念 所以就算说 好 就算说他要退场 或者学校今天办不下去了 他也应该是要想像说 到底这些公共财 他如何更去违规公共性的一个使用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氛围上来讲 都缺乏对于一个高教公共化的一个想像 所以导致我们都会认 这些董事会都觉得 这个是我可以经营的一个财产 就感觉是我私人的了 对 所以包括我在经营的策略上面 不赚钱的细索 我们就把它剔除掉 然后要怎么样让这个赚更多的钱 那如果这个东西没办法赚钱了 我就去改办其他事业 你意思是说他们就是比较 有些就会比较以做生意的心态来办教育 是 的确这边是一点出了非常多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从政府的一个目前的做法 就是我给你钱做这个补助这件事情 当然就是刚刚谈到高教皇币补版 对而且我觉得 这的确可以去减轻很多学生的负担 然后降低他们在学习上面的障碍 可是刚刚提到 我这样听完之后 我觉得还蛮像台湾很多的福利政策 或很多政策都是所谓的残补式的 就是我就是给你钱 然后但是不是真正的去解决 那个制度上面结构的问题 我是那个大的方向跟定位 恐怕都有更多要值得讨论 也就是不是只有说 我们要去提高这个学生的 这个学札费的补助 或者是老师的劳动条件 而是本身在教育的定位上面 或是他有没有公共监督跟公共治理的这种精神 可能都是更重要的事情 对包括就是私校的董事会 那教育部在合可的时候 他到底要没有对于董事会组成有更多的监督 因为现在也发生很多图因财团的事情 对 就是他们透过捐资 然后来换取董事会的席位 但是我们会认为说 你既然要捐钱做教育 那也就是捐钱嘛 捐钱跟你有没有董事会的歧视 是有两回是两回事的 就是我们工会这几年也一直在谈 所谓的中信金的一个案例 就是他们用台采的钱去捐助那个金国管理学院嘛 然后后来就把它改制成他们的中信金融管理学院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他去办一个新的教育 好像把学校办起来了 可是事实上在过程中发生的事情是 他一入主之后 他就把老师跟学生都赶走 所有的专任老师都不在了 变成自己的培训中心 他聘了很多的专案老师 甚至他也拥有这个校团之后 他也可以去雇用一些 所谓的 推下来的一些政治的社会的 所谓的社会贤打什么的 然后来帮他们做他们的人脉的一个公关 所以其实 这样这样的一个董事会的一个经营 其实是会 有点问题 因为他不是真正在想办教育 而是如何利用这个东西来盈利 那现在 就是也有很多的 这个 的图形台上就是会 盯上所谓的 即将要退场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也会觉得 教育部在这个过程中 他在董事会的 的整合上面他其实是要 更加的小心的 就是到底哪些人 他们是用心要办教育的 哪些他们可能是 基于校场 或是他想要把学校 改办成什么东西 其实都会需要更多的监督 OK 今天非常谢谢志轩 来跟我们分享 就是一个好的政策 不是只有给钱 而是整个体制能不能透过 这个过程当中 来做更大的改变 那我们下次 希望有机会再来跟志轩 请教相关的问题 大家持续来关心 这个我们学费 高学费政策 以及公司历大学 体制上面的差异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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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